身生经验 因为我的母亲是糖尿病走的时候 我一直很注意自己的血糖 因为在台湾公务人员每年都有体检 那我的血糖值 一直到我50岁的时候 我公务人员退休 然后到康宁护专教书 我是主修护理 一直热爱照顾工作 所以我台北护专毕业 在这个荣民总医院 然后都是在政府单位照顾患者 所以我也知道糖尿病的并发症 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在50岁的时候 我从公务人员退休 然后我有一次是带着学生到社区 做这个抑诊 这个筛检 糖尿病筛检 无意中自己也测一下 才发现自己血糖竟然高达300 300就已经是很严重 但是完全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 所以糖尿病可怕就是在 这个没有症状 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所以感谢主 我就马上开始 是认真正的配合吃西药 酱糖西药 这样子一直吃到我65岁 医生说你要去做心导馆 因为看见我的心电图 已经有缺血的这个现象 所以呢65岁在我的这个那时候 因为我正在赶我的博士论文 我是60岁进入美国的 Jones Hopkins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的博士进修 然后我在写论文的时候 竟然呢医生做心导馆 发现我右边的冠状动脉 已经阻塞50%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糖尿病一直吃西药 第一线药就是Mephormi 那我从250到我这个 变成有并发症产生的时候呢 已经吃到1000了 因为吃西药就是 大概半年就没有什么效果 然后医生就是增加药量 要不然就是换另外一种降糖的药 所以呢 现在的主流治疗 没有办法逆转糖尿病的 只能说在症状 症状的血糖降下来 但是是不是真的 就不会有并发症呢 避免不了的 我的这个阻塞了50%的这个右边的冠状动脉呢 就开始是不是要考虑装支架 结果我们台湾的健保是非常好 但是呢 健保它必须阻塞起 我没有装支架 但是呢我就说我主动哦 就说我要打胰岛树了 让我的胰胀休息 我怕我怕我怕我会得胰障癌 大概我过去我坦白讲我们还没有碰到我们DP Pro之前 我自己啊 自己是从10个单位打到了40个单位 就这样子才让我的那个糖化血色素 维持在6.4% 但是身体仍然是觉得不舒服 这个常常中间就会打瞌睡啊 下午精神体力不好 那我很幸运的在70岁碰到了DP Pro 那这时候我第一天吃了这个DP Pro 我的这个打胰岛树我就不打 我暂时我要看一下 我第二天我测我的空腹血糖 跟我打胰岛树差不多 所以我从109年的5月26号 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再打一道树 那我那个6月11号回诊 我在这边稍微补充一下 我的组织医师 我是在台湾的基隆七堵 七堵一个技医师诊所 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就是跟他一起 我是直接在社区里面 做直性跟量性的探讨 就是针对糖尿病的自我照护 那所以我就跟基隆医师讲 我胰岛树 这个偷久我不打了 那我的药我还不敢停 那那个基隆医师说 好你马上再去测这个糖化血色素 结果测的结果6.4 跟我打胰岛树是一样的 并没有说我不打胰岛树 我的血糖升高并没有 所以呢那医师也同意 那我就说我的降糖需要 我就慢慢慢慢减少 所以到6月30号我再回诊 那我的我是逐渐的把这个降糖西药 逐渐减少了 就是我两天才吃一次 或者三天慢慢 到我6月30号再去回诊的时候 我的糖化血色素6.0 一直到今天呢 我都维持差不多就是在6.0左右了 所以非常感谢 但是这个DB Pro 它的功效 为什么可以让我觉得舒服 同时不知不觉 我的体重从76公斤 减掉到现在 我60有时候58公斤 自然的减了 然后没有没有再复胖 那过去我也努力的减肥啊 结果结果还是没有没有达到效果 而且都会在复胖 好那我就要稍微讲一点学历 为什么这个不容易减重 其实我们在打胰岛树 这个前面就是我们主流的一个迷思 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DB Pro 可以逆转糖尿病 过去呢 我是非常遵守这个医师的指示啊 卫福部的规定啊 就说我们身体的热量 60%的来源要靠碳水化合物 所以没有限制你不能吃米饭 不能吃面包 反而我们那个饮食的金字塔 下面都是米面淀粉类 叫你等于是要多吃 然后才是肉才是这个蔬菜 但是呢这样子的标准之下 血糖所以糖尿病患 为什么一直在增加 年龄又在下降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饮食的错误 然后还有药物呢 它就是只有针对你的胰岛树不够嘛 因为糖尿病的定义 就是你的胰脏分泌的胰岛树不够 所以呢你血液里面的糖 没有办法送到这个胰岛树是 它就像一把钥匙 可以把我们的细胞膜打开 把葡萄糖浸到我们细胞里面 跟地线体燃烧 这个就代谢产生能量了 但是你的胰岛树不够 结果呢所有的药物 不是刺激胰岛树的分泌呢 就是怎么样来这个降低你的血糖 用各种的这种刺激的方法 所以胰岛树并没有从饮食上面来 这个减少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 这样子的结果呢 其实我的母亲是糖尿病走的 很多这个就是有基因的问题 本身就是有胰岛树阻抗 但是抽血的结果呢 并没有去检测你血液里面的胰岛树 的量 其实已经过量了 所以为什么 这个糖尿病人 其实到这个很肥胖 他的阻抗的情形 还有整个新陈代谢 都如果年轻 这是哈侯大学做过的研究 都是血糖正常的年轻人 然后给他们喝糖水 之后每个半个钟头测他的血糖 没有胰岛树阻抗的人 没有基因问题的人 很快 他可能半个钟头 他的葡萄糖就代谢掉了 但是有胰岛树阻抗的人 他就代谢的慢 所以这种人呢 他就是像我 有这样基因的问题 所以我在50岁的时候 你的新陈代谢 我们人体的机能 就是逐渐的会减退的 那就产生了这个糖尿病 所以医生所给我的主流治疗 各位当我在肥胖的时候 其实身体是在慢性发炎的状态 慢性发炎 这种叫做meta inflammation 代谢性的发炎 这个都是造成癌症 还有肥胖 跟体内的胰岛树过多 胰岛树阻抗 其实它第一个就是 你的眼睛的黄斑部病变 解决不了 所以呢 虽然HbA1是一件 这个数字漂亮 不见得它就没有并发症 就是你的胰岛树在你体内 没有代谢掉 没有把这个葡萄糖 完全的透过你的细胞里面 来怎么样把那个胰岛树阻抗要解决 那我们的DB Pro 这个就要讲到我们DB Pro的功效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里面 第一个我们里面它有这个抗发炎 就是我们的专利 叫做 这是Jones Hopkins 我们的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把我们的这个专利的蛋白质 称作Hopkin Pro 那它因为把我们的成分都逆向了 所有的成分它要模仿它都可以 唯一的就是这个蛋白质 它没有办法 那我们里面的成分呢 还有就是这个Hopkin Pro 它可以抗发炎 就跟各位我们的炭 为什么不管是大豆炭花生炭 它也有这个抗发炎的 我们的这个Hopkin Pro专利 是抗发炎之后 你的胰岛树阻抗就会减少 那里面的成分还有维生素矿物质 特别这个矿物质里面有GTM 这个个呢 它是可以把我们的细胞膜打开 让葡萄糖胰岛树 可以把葡萄糖带进我们的细胞里面 去跟立腺体燃烧产生能量 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可以这个正常 所以我就开始 因为我是护理工作 一向年轻的时候 而且我都在重症单位 所以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但是我糖尿病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疲惫 但是吃了这个DB Pro之后 精神更好 它可以让我们的葡萄糖利用 那体重也减轻的原因呢 各位我不知道段董有没有给各位 我给段董的这个 也是我们Jose Hopkins里面 那个Nova Nox这个药厂 现在就是这个GLP-1注射 一个礼拜注射一针 这个在糖尿病患 还有现在医美里面用来减重 那个Eromax就说躺着都可以 都可以减重 那就是这个GLP-1 那我们的这个DB Pro也有这个作用 这是阳明交大的这个生物研究所 生医所帮我们做分析里面 发现我们可以刺激GLP-1 我们的长密数增加 然后呢抑制DPP-4 这个也是降糖西药里面的一种霸血降低 这个DPP-4 然后呢你的胰岛素 就可以分泌 就可以分泌 然后达到降糖 那我们的产品完全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它能够降糖的原因除了是减少胰岛素足抗 还有呢就是这个让我们的葡萄糖能量能量代谢 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另外还有各位糖尿病患 常常虽然看起来胖胖的其实是营养不良不均衡的 他缺乏 为什么糖尿病人要吃甜食啊 他吃了甜食之后 他因为细胞没有办法利用 他传到大脑的讯息 这个细胞还是说我好饿 所以变成糖尿病人很容易饿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去多吃嘛 就吃很多 但是呢 但是并没有这个得到足够的营养 那这些营养最后 尤其是这些没有办法完全代谢掉的葡萄糖 在我们体内各位就是变成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就是造成我们血管硬化 就是当年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心脏的患状动脉硬化 那这个就是发炎 然后还有容易造成脂肪肝 还有脂肪胰 这就是恶性循环 你这些脂肪最后就是胰岛素主抗嘛 当然在这个刺激之下 就是胰脏癌 有糖尿病的人得到胰脏癌 比没有糖尿病的人要高出四倍的 所以这些那我们等一下我看杨明交大帮我们 分析出来我们的产品 它对这个癌症是可以有预防的作用 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DB Pro的作用 能够补充你的营养 在这边呢为什么糖尿病人会一直想吃糖 那我在社区访谈的结果 这些专业人员 医护药剂师啊什么 一贯都是病人配合都不好啊 都是骗人啊 说他没有吃 那为什么其实针对真正的原因 他其实是缺铁 特别想要吃甜食的人 是铁不够 所以我们的DB Pro里面呢 他也有足够的这些各种维生素矿物质 所以可以补充他的营养均衡 还有呢 他的免疫调控 那这个免疫调控的作用 在我们三菌种医院 我们我所辅导的这些糖尤 为什么非常感谢我们最主要的是 他的寻麻疹 他的皮肤过敏 过去他一定要吃那个血管扩张剂啊 只养的药 结果在这半年里面 用我们的产品 他就不用再吃那些 那些组织胺的 抗组织胺的药 他的寻麻疹也好了 这个就是免疫调控 那当然所以心血管 再搭配我们的那个花生态 就是会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帮助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主要的五大功效 就是我刚刚所解释的五大功效 他可以抑制减少这个糖类的吸收 就是我们的这个DB Pro 它就是可以达到你吃进去之后呢 这个糖类它会随着 所以再加上我们的青草糖 这个把从肠胃道排出去 因为我们也可以增加肠密素 这个类胰岛素的补充 各种的营养素 矿物质补充 另外活化我们的细胞上的这个胰岛素的接受器 而且就是像你打钥匙 打开细胞膜 把胰岛素组抗解决 免疫调控 把发炎 发炎也解决 所以就不会变成癌症了 另外还有启动能量的代谢 提高葡萄糖的利用率 这是我们DB Pro 的五大功效 所以我是非常感恩 从这个我开始用这个产品 109年 就是2010年到现在 每个大概很久没有看到我的人都会很惊讶 就说我的像把我洗头的 也说你的头发增加了 因为蛋白质有补充了 还有精神体力更好 那我就觉得说像我们这个都是战后婴儿潮 我是1950年出生 那我不可能我们这个年纪不可能依靠下一代来照顾我 那我是非常感恩我们基诺华心态 那这些保健产品各位健康是无价的 是值得你花代价 所以我把我们 我不知道台湾有这个18% 各位知道我们公务人员的18% 我就把它投到这个产品上 因为我觉得我要一直自我宁愿 你知道吗 这样子我的胰胀功能 我不用担心我会胰胀癌 我也不用担心会洗肾 所以在我辅导的堂友 就有我们的这个本身是那个高雄荣种台南分院的王院长 我第一次刚刚他测血糖269 那他的肾脏功能肾丝求欲过滤27 通常到30就要准备洗肾 那我就用我们的这个DP Pro 食食食 那他吃了当然我严格的控制他的饮食啦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让他的胰胀 再受这个淀粉的刺激 同时呢水分的补充 还有不要熬夜 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他的这个EGFR 就是圣氏球欲过滤从27就增加到32 那他现在第二个月呢 增加到35 所以你看他就不用再焦虑他的洗肾啊 然后他的血糖值呢 现在他是从7.8现在是6.2了 糖化血色素6.2 那这个绝对各位真的是福音 希望太多 因为我在社区里面所看到的堂友 就是吸药越吃越多 然后呢 非常忧郁 因为觉得说自己又容易疲累 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投资在自己的健康上 是无价的健康绝对值得 整个生活品质也提升 所以在这边呢 不要鼓励大家 这个真的是像这个川福音一样 把这么好的东西 能够广传让更多堂友 能够让他们燃起他们的信心 对自己的这个健康 绝对是有办法逆转的 可以避免这些慢性病的折磨 而能够及早的做好预防 那我简单的自我介绍 就是这样 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生命 大概每十年有一个变化 我在很快的就是 我二十岁在荣种当护理人员 三十岁我到过阿拉伯 四十岁到南非 五十岁我就从公务人员退休 到这个康宁库专教书 六十岁念Jokes Hopkins 七十岁我拿到这个博士学位 我念了七年 六十七岁拿到博士学位 让我的各文就是糖尿病的自我照顾 在座各位 我们真的就是投资在自己的健康 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是活得有尊严最重要的 不要不是到你中风或者眼睛瞎 因为我们有去上课的人都知道 糖尿病的病发症是从头到脚全部的 所以我在辅导的堂友 第一个问他的就是你睡得好不好 常常他们的这种心理的忧郁啊 这个没有放下了 所以我从教他们怎么放松 放下呼吸再搭配我们的产品 我要跟各位讲 我就跟段董 那时候我就跟段董讲 我吃了这个产品最大的感受不一样 就是我的睡眠品质改善 现在这个社会有睡眠困扰的人太多 当然要怎么样 这个透过 当然也有就是透过呼吸的调整啊 我在上课都有讲 就是专注力呼吸 转念 因为我们的脑我们的思想就像收音机一样 你的频道只能调一个一个频道 你就是专注力呼吸 呼吸到放下所有的都不要去想它 所有的怨啊恨啊什么 通通日落之前全部都要放下 睡好吃好 那怎么吃呢 等一下我们这个糖尿病人怎么吃 好像这也是段董交代的 大家都希望知道 怎么样可以 糖尿病人其实可以吃的很澎湃 又不会升糖 那这个技巧我在后面讲 那这个就是我70岁开始 接触到DB Pro 还有这个花生钛大豆钛 更宝贵的是我们的清糖泰 我自己 吃这个DB Pro的时候 还是便秘的问题 没有解决 但是呢这个清糖泰让我真的觉得非常舒畅 这个能够清草堂 我自己是非常感恩这个这个真的因为好各位这个每个人身上都有矮细胞都有 但是如果你大便能够每天这个排毒 就是你分辨排的顺畅了大概80%的癌细胞都排掉 再加上你心情放松 各位当你在忧郁想不开的时候 你的呼吸没有把你的二氧化碳整个排掉 你血液都是酸性的 那就是癌细胞最喜欢的 那癌细胞也最喜欢糖 最喜欢甜食 所以当你把这些都断掉的时候 一身轻松 真的早上起来就是 主耶稣啊 感谢你今天没有这里痛 就要感恩啊 天天开开心心 其实你们在做福音的工作 在照顾你周围身边的人 太多不知道自己有血糖的问题 或者有膳膏的问题 那你真的让他们及早预防剩余治疗 这些都是可以预防的 那不晓得各位 所以我也最大的余生 最大的希望就是 能够把这个产品推广出去 能够真正的帮助这些慢性病患 给他们希望 而不是现在的主流的这种疗法 真的就是走向洗身 所以除了睡眠之外 糖尿病人眼睛 刚刚讲到 我们全身最细的微血管 就是我们的室丸 那你的黄斑病变 可以透过DP Pro来预防 我们那个阳瓶交大 都有实验证明说可以对黄斑部病变 不仅是糖尿病的老年性的 都可以达到预防 那你的眼耳 如果你整个血糖是很痛苦啊 所以这个现在的投资值不值得 能够预防重痛 所以让我们的心血管弹性更好 这个还有各位口腔 你的牙咒病 糖尿病人 这也是研究证实 牙齿的这个牙结石 你能够清除掉的话 血糖也会降的 所以糖尿病人 这个口腔卫生的排毒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青草堂 让你每天 是不是血液都 都是健康的 精神也很清爽 走路 各位 这个能够大步的走 真的享受人生 千万不要坐到轮椅 轮椅坐上去就消不来了 所以注意你的脚 尤其现在天气 在转变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睡眠品质 你晚上泡泡脚 让血液循环泡 睡眠品质就好 就不要吃安眠药 那个病发症就是失智啊 千万不要走到失智的这个 也是造成自己 跟家人的痛苦 那靠我们的这些产品 都可以达到预防的目标 也祝福各位呢 就是健康平安 非常的活得有尊严 享受你的人生 也带给你周边的朋友 那各位有没有问题